李宗盛議員 我都說我轉行做旅遊作家 所以我回家六天 不過已經教書夠到頭都暈了 原來教書真的很辛苦 所以我今早已經準備了很多東西 所以我用簡單的方法 當郵寄和大家分享一下 現在進行的 其實我已經寫了兩篇文案這個頭文 在经济和信部也已经出现了 刚才我按Learn the past 其中一个就是说小朋友 其实他自主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点 我先走个睡觉 就是我们如果有一个木工室 其实香港我们所有老师进去 就看到小朋友在用这么大的砖 大家就觉得你小心啊 你干什么呀 之类这样 很有趣的 我一人和大家分享的时候 就会按那个版本出来 原来我转了睡觉模式 所以他要不停逼我睡觉 应该在Apple问一下他如何处理 但是他们的小朋友 可以按我出来 那些小朋友就是 他们可以基本上在课室里跑来跑去 不是在课室 在全家学校跑来跑去 我们第一天去到 我们这次去就有六个校长 以及有一间学校有十六个老师一起去 其实都很感恩 因为其实是 直接就是放假的第一天 二十二号 因为四号开学 四号有五号开学 他们计算一下 三号一定要上机回来 那是同事自己赢钱 自己去 自己很想去学学 那整个程度 那我们也和芬蘭领事馆谈 也和芬蘭那边的大学谈 那我们就想看一看 一个完整地 整个学习的方向是怎样 因为我们大概 讲到芬蘭的背景 这段时间都有讲 其实从2000年开始 世界性有一个不同的国家级的分数 比较就是教育 究竟那个Return 究竟是怎样的呢 那比赛叫 不是比赛 那个这样的评分 就叫Pizza Pizza就是OECD做的 OECD就是国际经贸组织 就是欧洲的联合国 基本上是 他做很多research research 就在由芬蘭之年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说自己是很厉害的 但是说完之后 究竟是否有一个中立的比较 那时候看一看那件事是怎样的呢 当然比较不只是说 拿几分 而是中间有很多细节 包括了 有没有用资讯科技 小朋友的信心点 各样的东西 所以其实就是 2000年是第一次出 芬蘭在literacy和numerics 都是排第一 我们香港当然认为自己应该排第一 香港也是好像第三 差两分 其实不是很重要 不过都是在最高那一层 最高那层包括了城市 或者国家 包括了香港 新加坡 中国整个国家计算 就不入十名 但是如果你计算重要的城市 像上海 上海就排第二 很高 接着就有些东西 日本很高 有些东西手艺很高 都在亚洲 四小龙都在那裡 但是突然间弹出了一个芬蘭 我去年第一次芬蘭的时候 跟他们谈 他们说很担心 因为他们当时第一次见 他们当时就是emphasis 不用考试不用计分 但是不用考试不用计分 都拿世界冠军 他们就很担心 是不是做错了些什么 那些人 真是比较难明 我们中国人说话 你真是假扮的 但是他们真的这样说 他们就要研究 怎样弄走计分的系统 那芬蘭在哪里来呢 芬蘭就是在欧洲的北欧的地方 在北欧的四个国家 瑞典、挪威、芬蘭和丹麦 芬蘭最重要的城市 就是夏二参基 在升旗 我们这次去 就去这个城市 那我们去夏二参基 一个短的时间 但是我们这次呢 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那也想 大家可能给一点点意见 因为你填表的时候 给一点点意见 其实我们想看一看 这一类的visit 对学界是否有用 那其实当然我们 是的 我知道 是的 我也知道我很好 那对学界是否有用 OK 我们结果呢 就去了一个城市 叫做Udesca 不行 我正在建设 亦都在建设 我正在建设 我又转了睡觉 Anyway OK 就去这个城市 我们就在这个城市 四十三夜 五十四夜 四十三夜 其实就是很厉害的 就是去到的时候 去到的时候 去到 那我们就 晚上到 第二 那我们就 第二天 好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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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早好像是 好像是 六七点吧 就是这样 七点钟 但其实没什么关系的 它很晚都是没有太阳的 因为呢 现在是一个全黑 接近全黑的时间 只有四个桌头太阳 零下好像不是很冷的 零下五度左右 那各位就去吧 OK 那我们就走去 那有一间大学 他们就帮我们安排 就是有一个workshop workshop 开始的时候 然后再给我们解释一下 他们的国家的 overall 那个教育系统 是怎样的 belief是怎样的 其实他们十几年前 已经有一个 已经有一个 这个就是通常我们看的测试 那他们去到 七岁到十六岁的时候 就是basic education 那接着分了vocational track 和一个考试的 track 那他都有试考的 和全文是有些不同的 但是呢 他最重要的解释这个图 就是没有the end 就是你进去的时候 你可以在这边跳过来 这边跳过来 那边跳过来 那边跳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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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他的model里面 其实是 他会有系统帮你跳过去 那这些细位很重要的 他的process里面 全部都是free 读到PhD都free up to今年 如果我们有空 没有工作 走到芬蘭 我们去读到free 下年因为EU有了新法例 就是他们只是EU的人才可以 有份就 用这个 那这样 那接着呢 按回我可以吗 可以叉完又可以 可以 有多个孔 这边好看 好的 好了 我突然冲过来 可以吗 好的,我當然是上課了,不是很勤力 我們其中一個很重要學到的東西就是trust 他們的系統對老師的trust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他們十幾年前,已經拿到世界第一 都一直在用很多trust給老師 老師的地位是要搶著進去讀老師的 最少要讀一個master 你沒有專科的,沒有老師的科 基本上是讀你自己的科目 然後到master的時候,那段時間就要訓練你做一個老師 professional training 通常有多段時間發生 所以有很多老師的skills 但是trust就是基本上那一班就交給老師出來 但是這個是一種trust 讓我弄走鄧教 我教他不鄧教,因為我剛才沒有電 等他有一個課了 好像東說的 那種很重要的 Zie storing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就是一个类似我们刚才Scoopel那类Tools 他就是玩玩游戏的时候 就是一起追完分之后 所以这个是全世界大方向来的 我们一看起来我们都有 所以都算是这样 就是玩完之后拿多少钱 拿多少奖品 然后要做什么 这样的东西 一样道理会调整个class report 但我们class report 已经去到那个level 就是认识到他有哪些需要 一路处理的 这些是一些上堂的东西 上堂不讲了 那我们就跟着有三天的时间 就去visit了 那当然我们又去 要去北极江 那跟着就去上堂了 那我们就去三间学校 那去学校的时候呢 我们都很这样 其实那个安排很好 是三天 我们有二十几人 就分三组去三间学校 它是任我们在任何课室 任何课室里行去做任何东西 就是你当然不要举手问东西 也不要这么吵 有些问了可以拍照 有些不可以拍照 之类的 但是其实我们 譬如有想看music 想看handicap 想看ICT 那其实他们就有不同的时间 我们就直接去官货 是他们没有演戏给我们看的 就直接我们走进去 他就照教 就照做不同的事情 那这个也很重要 其实我觉得官货 是扩阔我们自己眼光的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很多 那天那晚我记得大家分享的时候 我们每天有一个reflection 那我们分享的时候 其实就是那个 原来这样也可以 原来这样也可以 这一句是很多时候发生的事情 那这个我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可能性 就是去看 那我去吧 那我第一天 就是都是八千人当中 那第一堂呢 就是出去上的 那就是打雪球 那我就冬到 冬到一个东西 那他们就没问题了 那小朋友 那小朋友 就是 正如我刚刚讲的 今早讲的 10度以下 他们是要在外面 过小吃的 那自己处理自己上学 放学 好像不知多少kilo範围里面 自己要处理自己上学放学 各样的事情 所以其实是 好像我问完之后 所有同学都要的 基本上都要做 都要做了 当然他的国家没有遮掩的 但是这个 他的自主能力要很高 其实他们希望 他们一岁都已经是这样 那跟着 那运动呢 那运动呢 其实很明显有些是 有些是聪明的学生 那些没有那么聪明的学生 但是他们的process 就一起这样上 那这个没什么问题 那跟着 就去到上 这个好像是数学堂了 那数学堂呢 那有几个不得意的东西 我就发现 每个人的桌面 就有一张这样的纸 那这张纸呢 就是我 就是他自己评分 他这个礼拜 想做好哪件事 的进展是什么 那几个点 哪堂呢 我想做哪件事 他自己填的 可能这个礼拜 老师给个guide 他有三个可能性 那你就选一个可能性 接着呢 你呢 你自己做成什么 那我说 有没有奖励 有没有什么东西 他说没有 他说其实整个东西 就是等他自己 remind自己在桌面 就是你答应了自己 做这件事 是很小的招式 但是他每一张桌面 都基本上 有一个这样的位置 那这些都是 挺有趣的 一些不同的工具 那这个位置 这一班 我进去就完全无论 一来一来 这位老师就开始玩游戏 结果一路做的时候 就开始解决 那用解决的方法 就玩一下玩一下 那一班有四个游戏 同时进行 那我就发现 有个游戏 那他呢 因为大家都有东西做 那他就可以解决 拖延时间的时候 他就可以做到另一样东西 就是有一个这样的 process 那这个都是一个 挺有用的 这些上课的不同工具 但是很活动的 基本上就是 那老师都不是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 评分那样东西 那这个就是他们的 其中一个游戏 就是那天 他选分数 那有些是难的分数 那这个是难的部分 那就是要两个人一起去做 这个是二的部分 就是你看到之后 再继续砌一块 那大家就是因为换了鞋 就全部都坐在地上搞的 那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简单的 就是大家跑来跑去 在一间课室里面 课室不再是一种 我们拆死桌子 拆死桌子的方法 那大家跑来跑去 就是我特意拍张这样 就是这班 这个是老师 我们在那里拍照 那这个人很头痕 那各样的 其实他现在就是两个一组 那大部分的这些工具 都是collaboration的方法 很小的 其实你想想一下 其实我们都 如果我们走一间课室是这样 你被人观货 你都挺难解释 是不是 局长走进来 或者是观货完 他们没有那个post 他们没有人来 没有人来 没有人来 去报告你们的官场 那我们就 这个是一个 那另外就是 他们的iPad是这样的 很厉害的 我觉得这个案子是很厉害的 这个案子 除了你一锤打到中间之外 其实都扔在地上也不难 不是每个人有机 但是任何要解决到不同问题的时候 你就放在那里了 是一个工具 那个概念很好 那个概念就是 你要解决到某些东西 就要上机 就要上网 就要做不同的东西 那你就自己拿手机来用 我没见过一组 几个人都拿着机 因为你一个人就可以了 你可能是在搜索 或者是在拍照 上网处理的东西 之类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 但是这幅图很有趣的 这幅图就是 我们走过路边 这家学校很奇怪 就是所有人的课室很混乱 那这个是一楼梯底 那楼梯底 它做了什么 大家猜不猜到这里做了什么 这个是Cell Animation 其中一个他们的学语言 就是要写Composition Composition要写个故事 那个故事要拍出来 所以这些是主角 主角就是在场景里走来走去 Cell Animation 就是逐格逐格拍照 我们有见到四个小孩 就是坐在地上玩 这个是自己搭了个台 就在找这架机 在拍摄这个studio 接着那些主角就出来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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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就一直在处理 这个就是 我们明明 现在是在上课时间的 上课时间 在其中一个楼梯底 就有一帮妹妹在这 就在做这个动作 我们还怕踩到她 但原来这个就是他们在处理的 这个也很有趣 他们那个班的organization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的班主任就是 一年班就跟着你 二年班就换另一班主任 他的班主任他叫class teacher class teacher的概念是这样 class teacher是跟你一起升的 你变了你 譬如你今年一年班 我们这二十个人 下年那个教授跟你一起升 跟着一起升 所以那个教授 如果那个班里面有人有 他们关注的 所以如果你有ADHD 有特别SCN需要的话 那可能有人会帮你 但是他会一直都知道你的需要 就不用每年的ice break 就一起上 那一起上 那一起上有没有作用 但是class teacher 没有认识所有的科目 所以他有subject teacher 那subject teacher 就会进来帮你 那class teacher 那间房就是他们的domain 就是他那个class teacher 所以他们的教园室 就没有教园室自己位置的 教园室好像co-working space 但是他把桌子就在那间货室 因为他就是那间货室 他就是那间货室的妈妈 这个process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很简单的organization 就令到他们可以砌得到 那这些是插件的东西 那这些是插件的东西 那接着我又去看一下 第二个科 等一下 这个 那我发现就在那个 课室的后面 就有一些这样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 原来这个概念 就来自pokémon 那他们就玩 那他们就玩 我说你们angry bird country 你知道angry bird是来自芬蘭 但是他们现在不是angry bird 现在就是pokémon 那pokémon 就是pokémon 会存储珠寶 那所以呢 就用physical的版本 存储珠寶 那就是serr 他就是做着不同的东西 就会存不同的珠寶 那大家明白 就是他如果完成了某些东西 他评分高 或者之类这样的时候 那老师就一直有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老师就有不同的珠寶给他 那他其实上课整个过程 都是在玩游戏的 他就自己和自己比较分 就是那样东西 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这样 就是珠寶有大有小的 他原来存满一个瓶 他就可以换另外一个奖品 那个奖品就是 他形容就是可以有free class 我说你这么free 用free class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原来猪有大小的 他说猪有大小的 他说猪有大小的 是有小的 让他要多些 这个是我们在那几天里面 看到唯一的竞争 就是competition 我们完全是 我们所有东西都在想competition 是我们放室的设计 但是其实他就直接是 这个就是我唯一的竞争 就是你不知道 拿个奖品也不知道 我来干什么 又公不公平 那没有公不公平 总之我给你一粒珠 那粒珠就是这样 那就是大家去吵 大家很开心地吵 我看到就是拿了之后 这些都是很有趣的东西 他们把整个process放进去 这些是他们其中的手工艺 这个小朋友 这个妈妈 Lina就是他们的班主任 这个小朋友 整堂坐在这儿很不开心 完了之后 老师就特意去照顾他 结果后来说 我两个都是哭 我不太知道他说什么 不过的process就是这样 其实就是因为很close的一个关系 所以有一些 我这个是特意拍側面的 有些是他们给我们拍照 OK 那接着去吧 破室 我看一下另一样东西 OK 这个 我很喜欢这个小孩 这个小孩叫Mika Mika就是 我已经很漂亮 这个是iPhone拍的 iPhone7有一个功能 可以拍照 可以拍到很厉害的 就是这样 Mika 刚才坐在课室的时候 就很静 我想她有点自闭 我没有特意问 但是那天就做了一件事 那天就是他们要自己做一支火箭 火箭就要木造 然后就要转个大洞 转了之后 火箭就要有困火 这些火就是一些污 那些污 那些污 那他就要 现在他就要自己 把火箭银出来 然后就要打 打了一些钉 打了一些钉 然后他就会 插那些污 那这个就是他那天的工作 他就说 他就很有趣 那我说 你去上一堂堂 要做什么 他突然间会过来这个木工室 就自己在那里做 他在那里打 我们的校长就说 小心一下 就是哲女 但是其实 他就很专注地去做 也挺有趣 我觉得这张照片也挺好 他就是 我一定要做到 我听不到他说 他说 我们学来抓他拍照 他很开心 但是他不太说话 但是我一定要做到这件事 那整个程度 也不是太难 不过 也有一些真的 大电转 就是不同的机器 那有些电器材在那里 进来这个室 就是电器材在附近 看着安全 但是其实就是 其实是他 Mika自己在那里做了大半个钟头 那接着 就到转的过程 很快 他转高过他 他用不了力的 其实是 他一定有一定难度 但是我留意到 他等排队的时候 他很专注来留意 人家那天 人家怎么做 他今天要完成的 就是完成这件事 那我又留意到 有些情况下 那个导师是会 因为他真的做不到 做不到 但是在他转过程的导师 根本上 故意似乎是不帮他 故意是不帮他 他说我帮他导师 我一定要搞定 那就是高夫 一个这样的过程 他就去转那一瓶 都挺好玩的 都是真的要转出来的 师校长 大家知道吗 师校长是三庭里面赛 我们这个团队就是他 那我捉住他拍张照 这张是我为了 稍微捉住了 Mika拍张照的 这个就是他自己 用了两个小时 完全不说话 就是自己去令到 那件事发生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很感动的 整个process 就是他那天很开心地 就存了一粒猪 因为他完成了这件事 就有这样的process 但是那种 这个可能是有需要的小朋友 但是过程当中 他自己有他自己的东西 那个环境 让他这样 那个环境 我们马上说 那个环境是否安全 那我一篇文就这样说 那我后来有个访问 坐下和Vina 他的班主陈谈谈 他说 如果你会说 那在女生的界 都要把梁线扫上 然后就好 然后再走 因为受伤就是生日的一部分 那你这样的环境 我确定是有 当然会不会每人小了手 我不知 但是过程当中 就是你让他试一下 他试一下 他就会知道这件事 如果任何事都保护他 当他真的有些 他应付不了的困难的时候 他就会坚勾 所以他在过程当中 如何去承受 和如何处理 在世卫内外 那天還有另外一個討論 其實是SEN 其實是Band into System Band into System的過程當中 他其實不是要做得好過隔壁的人 他甚至不是要跟隔壁的人的Page一樣 但是他覺得自己行動 他也跟隔壁的人有某種的Communication 去活動 當然有需要的 譬如有情緒的時候 他有Band into 課室就帶去那裏 所以這些位置都是一些有趣的位置 我們發現到有的 那我另外想和大家分享 就是回到芬蘭 回到黑醫生機 我們去了三天 所以很多這些很興趣的東西 那我黑醫生機去哪 那我們回到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一個工廠 這是一個很舊的 不是啊 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這個是以前諾基亞的Cable廠 Cable真的不是Cable Telephone 而是整Cable 整電線 而諾基亞以前是工廠 那就是整Cable的 那它整個廠就reconvert了 reconvert之後就有一個project 這間公司叫ARCHI 那是一個社企 那它的社企的概念就是這樣的 就是這個世界上第一個 就是用architecture去教學生的一個學校 這個學校現在有部份是學校的課程 有部份就是學校需要這個know-how 舉例我們不懂stamp的時候 不懂coding的時候 它進來會幫你去教整個process 那很有趣的東西就是什麼呢 就是他們三歲到十九歲 就是有個課程設定了給他們 那我覺得最有趣的是什麼呢 我問他們一年可以訓練多少人呢 一年接觸六千人左右 就是有不同的訓練 有學校訓練 各別的訓練 一天會看看他們會教那些小朋友有什麼 那很明顯就教怎樣去砌一個建築物 那我去到時 全部人都在砌Pokemon 這個很有趣的 這個城市 他們正在建的城市的海港 就是我們想要我們的海港是怎樣的 是他們的一個比賽 比賽之後拿了一個冠軍 就是他們的團隊一邊玩的比賽 接著那個城市就選擇去做 現在正在建的海港 就是我想如果我們的故宮是怎樣的 我們都大家容易 不用那麼多 就是這樣 ok 那我們去過程 那你留意 就是有 就是這些已經在亞洲 在中國是廣泛報道的 這個厲害 ok 那去到 那小朋友在砌Pokemon的家 那他們呢 我現在一直在宣布 那這個就是他們的房間 那就一直在砌 那就 留意我們 我不是特意選的 他們不停都是有手工 handicap handicap的東西 是一些重要的東西 那這個是跟他有關的東西 就是他 就是 就是Pokemon Go 每天有隻Pokemon Go 那有些不同功能的嘛 那你不是有不同功能的 這隻好像是 睡火的 那他就不知道弄了一個 不知道是不是像風筒 就是之類的東西 那就一直砌 對啦 留意這一類這樣的東西 又是 這個是花樂指的 那跟著 這個就是科砂 那我們剛好去到星期六 來好像 就有家長在這裡 就是家長一層 一邊一邊做 那一邊去 那由三歲到十九歲 他們就砌不同 那有些是都很精彩的 有些都砌出來 那有很多功能 好像我們Maker's Lab 好像現在我們砌的東西 那這個老師就跟我們講解 就是 他就拿了一個小朋友 就跟我們講解 他叫小朋友解釋給我們聽 他要砌什麼 那這個小朋友有一個噴火龍 那他拿了一支槍 那這支是熱槍 但是就融一些膠去做膠水 那他這個就是噴火龍 那噴火龍就會砌 那他就解釋給我們聽 這個就是我那個 在瀑布裡面有一個洞 就是之類的 我當然不太知道他在說什麼 當然 然後我砌砌砌砌砌 這個class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什麼呢 就是 我就問他 你們每年那些人出來 會不會做architect 的呢 那一年他trained六千人 那芬蘭是在什麼國家呢 芬蘭就有五百五十萬人 芬蘭人口少於我們的 就 他只有三千五百個architect 全國 那為什麼一年訓練六千個 那些人就沒有功能開 這是我們常常的想法 但其實原來是沒有來搭的 原來他們根本從來沒有想過 學architect是要做architect的 其實學architect不是應該學trichonometry 是應該學spatial 應該學生 應該學各樣的不同的東西 過程當中 我今早就說的那些東西 其實你向一個方向做的時候 你可以學到不同的東西 那些東西其實是標準你 能力去處理你的將來的需要 所以很明顯 他說不是 完全沒有想過 這件事和將來是否要做architect有關 當然如果他很有興趣 可能是學校內部設計 或各樣的腦袋 或者architect的腦袋 但你結果都是在大學中 重新考過和做的 他的architect也是一樣 你讀完學校的學校之後 接近是一個master的training 就幫你training become你的career的方向 他似乎大學 我們不是研究很多的大學 但似乎都是大學 就是讀和跟著做的 這個就是整個interesting的位置 就是其實目的不是 他一定要走career的那條路 而在過程當中 他學到不同的東西 令到他有興趣 令到他有創意 你想想我們今早說的 有一世紀競爭歷 就是他有creativity 他有時是work of a team 他出來present這件事 他有信心 他要去各樣的那樣的東西 他有一世紀競爭歷 其實那個過程當中 他們可以pick up到很多 那這些都是我的好的例子 有些都很熟悉這個project Upper house 這個是豬的 貓的家裡 那他們就一直去砌 那是砌鼠屋 之類的 其實整個effect 我的感覺總會一下 就是其實是 你說是不是全部去到 沒有科目 沒有什麼都 又沒有評分下面的一個國家 又不是完全是 都很落地的 但是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 這個是他們去德國 他們整個團隊都去柏林 就去柏林 這個是食物屋 就是大家用食物 我們第一件事教室 不要玩食物的 他就不是 就是用來做 就是用來建屋 就是知道這個process 其實我們這樣說不可以之前 其實就想起 原來有些東西可以 還有有些東西可以去做 我想這些都是interesting的位置 我未完全整合了整個 整個trip 看了不同的東西 不過我想這些個別的case 都會看到 其實他的可能性很多 你說是 那當然是 學生老師Rachel 比我們少 所以說 我們老師哪裏有時間搞這些東西 我們老師哪裏有空間搞這些東西 我們課堂公文哪裏有時間做這些東西 我們其實就 但是怎樣轉換 他們現在是26比1 我們今年小學是15比1 所以其實是15個學生對1個老師 所以其實我們的數字是比他 我們投放的資源是比他多的 而人工 通常環稅之後 他們大概是3萬多元的人工 overall的老師 去到做到主任和副校長 大概都是3萬多元港幣的人工 當然他們是社會主義國家 所以稅收高 到你找得多的時候他就稅收 所以就算找得多 他都抽到你 結果都是拿得差不多 但是那個model有些不同 這個我覺得 這個不是跟我們很relevant 因為他們有整個效果 不過基本上的感覺 就是他們給了很多空間 給他們的小朋友 但是那個空間就是他自主 但是你也準備他去錯 準備他去失敗 但是失敗的時候 你在旁邊 和他一起成長 去高呼那樣東西 這個我想是general的感覺 所以也是一個有趣的experience 所以就是這樣 OK 我基本上這個分享就到這裡 我又交時間給下一個 在香港的project 我交給人家